過去的瓶蓋工廠 搖身一變成了文創園區 保留原本的建築體 讓歷史建物再次崭新呈現 Leo它又是一個台北市新的文創園區 那這個文創園區跟其他文創園區 有什麼不一樣的特色呢 好 其實這個文創園區 在地理位置來算 應該是算東區第一個 最完整的一個文創基地 那跟其他大家熟悉的文創園區 最大一個不同 就是說其實它會希望以一個創業 跟Maker主要為出發的 一個精神的一個基地 在內部空間 接待大廳便以台灣原始山林木 來呼應在園區看到 一系列的製造產業 好 繼續呢 我們來到了 其實應該算是 這個文創園區的 最主要的營兵大廳 那在這邊會讓人 首先一映入眼淚 就會非常震撼 就是我們看到 好多好多這種木頭 做了一個 比較像是一個藝術的裝置 那在我旁邊的呢 就是它的催手 NK 是 那NK你好 幫我們介紹一下吧 我們希望可以 它可以在這個露骨大廳裡面 然後讓進來的這邊的遊客啊 它可以很靠近這個森林木 然後可能它可以把它當作是一個壩檯 然後大家拿著咖啡 彼此有一些對話 包含展覽功能 育成計畫歡迎文創刺造者進駐 在園區便可以見到許多充滿特色的手作文創產業 好 那在這個平開工廠我覺得非常有趣的地方就是有很多的體驗課程可以提供給大家 我們現在看到的就是爪珠 敲爪珠是不是 對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爪珠就是我們桌上的這一些 那小孩子要小心因為它後面也是會有比較尖銳的地方 然後你可以把它釘在你的卡片上 哇 還有這個蝴蝶結可以裝飾它 好像很有趣耶 那我們跟著老師一起來體驗看看好了 來試試看 拿起槌子透過特殊器具將爪珠釘在卡片上 完成的繽紛小卡讓人充滿成就感 整個爪珠教室還有更多延伸商品 舉番相框 掛飾都可以看到創意打造 而在瓶蓋工廠的多元空間中 還與教育單位合作 產學交流空間讓在學學生與學齡小朋友共創共學 那目前我們把它定位的其實是一個機器人的實驗的教室 我們希望透過機器人這個概念 讓來的人可以有很多不同的體驗 舉例來說目前有第一個課程是有關3D練習回收 也就是說我們會想傳遞一個自己動手做的概念 讓小朋友可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可以打造自己的玩具 但是這個玩具是來自於回收的廢棄的材料 它可以看到整個循環的部分 台北東區門戶的文創空間 更強調製造工作者的產業媒合 能泵出什麼不一樣的火花令人期待 記者天安 馬俊傑 採訪報導